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潮流养生》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杨玉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天天 我们每期会有两支优秀的队伍 那我和杨玉是各带一队 通过养生知识问答的形式 来争夺优先展示才艺的机会 那么最终获胜的队伍 将会获得我们养生答案的称号 以及神秘大礼包和现场福利 好 为了更好的讨论今天的话题 我们请到两位嘉宾 首先欢迎我们的潮流养生达人 著名节目主持人曹杨老师 欢迎 让养生变成潮流 让年纪不是束缚 大家好 我是曹杨 欢迎曹杨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康复中心的 薛晓杰医生 大家好 我是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康复中心的薛晓杰 欢迎两位嘉宾 今天两位老师呢 也会在现场给我们知 很多养生方面的小妙招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快乐 那同时主角来了 是我们的两支参赛队伍 来认识一下今天由杨运带领的 第一支队伍 武运精灵健身艺传 欢迎 看看我的代表队 是不是红光满面 接下来也要认识一下 我带领的青春肺扬健身团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大姐 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 应该说不管你是什么年纪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 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定的困扰 这个困扰啊 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受啊 对啊 就腾起来是坐立难安 而且还会引发其他方面那些疾病 是的 那就是颈椎的问题 这个颈椎问题啊 听上去好像不是什么大毛病 但是发作起来啊 真的让人很难受 我就有颈椎引起的偏头痛 我也有 真的 我们这个职业经常一站 对吧 站几十个小时 是的 好了 那首先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哎 你俩什么情况 这咋了是呀 这家伙就不太好做什么 就真过沉的是 我哪有往前去了呢 那个老婆都别说你了 我都扛过来了是 这谁是 你俩还帮我往前推是 老婆没换会好 这个钱外面都不蹬了 我也不想出来 怎么 怎么那么疼呀 这钱富贵包玩成 怎么变这么大呀 好 通过一段短片 我们了解了今天的话题 我们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 会请到我们的专家 来好好的告诉我们 如何去面对颈椎问题 是的 那现在我们的两支队伍 都已经各就各位了 首先要开始你们的 第一轮养生问答 在这一轮环节当中呢 我们的两支队伍 会有七题的机会 第四题和第七题 分别是二十分 其他题目都是十分 我们会通过抢答的形式 按下我们的抢答键 但是要记住的是 答对了 自己加分 答错了 要把这个分数 送给对方 是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宁愿不要抢 你抢到了以后 答错了 给对方加分 那个心里可难受了 跟得了颈椎病一样 难受 但如果说他按下抢答键 按得比较快呢 我读完题目之后 三二一 造计时结束 我说抢答开始 你们才可以去拍那个抢答键 如果提前拍了 示威犯规 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直接给对方加分 加五十分吧 加十分就好了 也没那么夸张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在我说 抢答开始后 让你再拍这个键 小手速不要快 是的 好 来 请听第一题 请问 富贵包是哪个部位问题所导致的 A 颈椎 B 肩膀 C 腰椎 别急 听我倒计时 来 三 二 一 请抢答 五蕴精灵 艺术团 回答这道问题 富贵包是哪个部位导致的问题 是A 颈椎 A 颈椎 确定不是腰椎 不是肩膀吗 不是肩膀吗 确定啊 确定 确定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就是颈椎 对 而富贵包 确实也是 常发于颈椎 但你别说 有着肩膀这个选项 我觉得 也有点相符 有点像 是不是 肩颈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什么是富贵包 薛医生 什么是富贵包 他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首先 富贵包肯定不是 由于富贵所导致的 富贵包是由于 长期的自视不良 引起的颈椎和胸椎 连接处的关节 位置改变 长时间导致的一个脂肪 堆积在这个部位 所以引起的一个凸起 所以叫 我们叫做包 所以叫做富贵包 那它其实不是一种病 它只是一种 生理曲度的改变 它这个富贵包 这个名字 有没有什么来历 有没有什么典故 富贵包 就是之前的人 像相对来讲 比较贫穷的人 他会比较瘦弱一点 那这个相对来讲 瘦弱的人 他脂肪堆积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那如果是说我们饮食比较好 那我们平时血脂 脂肪堆积的比较多 那它堆积在这个部位了 所以我们就说是由于 富贵引起的疾病 所以就叫做富贵包 吃太好了 就像是什么糖尿病啊 高血压 我们有时候会称它为富贵病 富贵病 对吧 就是吃太好了 但是富贵包 现在也不只是单纯的脂肪堆积 还有是由于一个颈椎和胸椎的 关节的位置改变 它也是有骨性的富贵包 像现在我们随着人的 经常的会低头看手机的 这样的人慢慢的增多呀 生活习惯的改变呀 那也有一些骨性的富贵包出现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在 很瘦弱的人身上 它也会有富贵包 明白了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问一下薛医生 如果富贵包长期不干预的话 它会从良性变成恶性吗 您讲的恶性 是不是类似于恶性肿瘤的 对呀 对呀 有人会担心 我不管它 因为毕竟是个包嘛 对呀 它会引起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比如说我们会有颈椎疼啊 肩膀疼啊 然后上背部的一些疼痛 但是其实富贵包本身 它除了不好看以外 如果不干预的话 后期会引起 我刚刚说的上述这些症状 前期的话 并没有特别明显的 一些引起人身体不适的 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 别掉以轻心 别掉以轻心 对的 有问题还是接受到医院去看 对对 好的 谢谢 谢谢薛医生 好 目前是我们的这个 五蕴精灵艺术 先把头筹 暂时领先10分 这边也要好好加油 来 请听第二题 请问 颈椎问题不会引起下裂 哪些症状 A 头晕 B 饥饿 C 手麻 考虑一下 倒计时 3 2 1 轻上答 有 好 那个症状 B 饥饿 不会导致饥饿 好 回答 自然是 B 饥饿 颈椎病肯定不会导致饥饿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糖尿病倒是会导致饥饿 对吧 三多一少 因为可能大家对颈椎问题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了解 是的 所以颈椎病会导致头晕和手麻 头晕我们听过 为什么颈椎病会导致手麻呢 是压迫神经了吗 对啊 薛医生 是这样的 我们先说到颈椎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先了解 颈椎会有哪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的椎体 椎体和椎体之间 那我们有关节 那关节相连接的时候 如果我们关节出现了问题 那就会引起一些疼痛 以及我说的 刚刚的椎体的位置改变 像我们说头签筋 富贵包的这些症状 那如果再过来一层 那就是它的肌肉 如果是肌肉引起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也是疼痛 僵硬 那如果再往下一层 那就是神经 如果颈椎 颈椎的问题 问题压迫到了神经 特别是我们上肢有的 必从神经 那就会引起手麻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也是我们神经根 行颈椎病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那接下来 如果是还有一些脊髓和血管 那如果是影响到了血管 那我们就会引起 我们颅内的供血不足 那就会出现头晕 头昏的一个症状 那再接下来 那颈椎的问题 还会引起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压迫到了脊髓 它会有行走的时候 没有力气 我们就最常见的 叫采棉花的感觉 这个时候就是比较严重的 一个颈椎病的一个表现了 还有就是一些 交感神经 如果影响到植物神经系统了之后 就会有一些恶心 呕吐的这些症状 那就是它影响到了 它交感神经 也是引起一些神经的 一个反射的一个症状 好 谢谢 谢谢薛医生的解答 来 现在两只对我打成平手 十分对十分 接下来第三题 要好好听题 今天题目好像都有点简单 对不对 不是特别特别难 所以在拍的时候 就一定要抢到这个机会 听手速 是的 请听第三题 请问睡觉时错误的体位 是哪一个 A 仰卧 B 侧卧 C 腐卧 想一想 到底是哪一个答案 好 好像大家都已经开始抢了 是吧 准备好倒计时 3 2 1 轻上答 好 以后对我 五蕴精灵抢到了 哪一个 这个应该不太难 是C 腐卧 对 为什么会觉得腐卧是错的 有时候我就喜欢趴这儿睡觉 确定 确定 是腐卧不对 对不对 正确答案是 C 腐卧 对 回答正确 加上10分 目前我们看一下场上的比分 五蕴精灵艺术团是20分 而我们的青春飞扬是10分 可是没有关系 因为接下来第四题是一个20分 只要你们答对或者他们答错 一下子就可以反超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 已经把手放在这个抢拿机上了 是不是 对 这就对了 排兵固阵了 看谁来开 对不对 好的 接下来第四题 一定要好好听 请听题 颈尖疼痛 可以做哪一些治疗 这是一道多选题 答案不止一个 A 物理因子治疗 B 针灸 刮痧 拔罐等中医治疗 C 推拿按摩 多选题 答案不止一个 有可能是两个 有可能是三个 20分题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 希望你们慎重考虑 谨慎回答 好 来准备了 考虑时间到 来准备 3 2 1 请抢答 依然是五蕴精灵手快 A B C A B C 全选吗 对 这是跟我们上学时候考试一样吗 不知道就全选 但你要知道这个多选题 如果你多选了一个 对啊 答案只有两个的话 你们也是要把这个20分送给对方的 要不要再跟队友商量 确认一下答案 是A B C还是什么 好 有答案了吗 确定吗 他们说A B A B 那你给我确定一下 确定一个答案 确定一个答案 相信自己 确定一个答案 A B C A B C 确定了 不改了 确定不改了 不改了 好 你们觉得他们能答对吗 答不对 答不对是不是 答不对是不是 正确答案是 A B 有没有C呢 C 恭喜回答正确 加20 好了 现在四题答完之后是 我们的五蕴精灵40分 青春飞扬10分 所以呢 四题过后 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五蕴精灵 他们可以先表演节目了 是的 我们这边呢 也不要庆典 我们后面还有机会 是不是 是的 还有反超的机会 好 那么首先有请我们的五蕴精灵 建设艺术团带来表演 梦见你的那一夜 重景中药 匠心传承经典 本栏目由 要才好 要才好的 重景牌六味地皇丸 冠名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我们五蕴精灵的两位代表 欢迎你们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五蕴精灵健身艺术团的团长 我叫沈欣 沈姐 来 接面接位 我是五蕴精灵意识团的领队 叫孙宝荣 荣姐 谢谢 有没有发现 这两位上来接受我们访问的领队 还有团长 没有参加刚刚的表演 怎么呢 为什么呢 队员就不带你们了吗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呢 展演的机会呢 就是不是很多 然后呢 因为我们每个队员表现得都非常好 是 所以我们要把机会让给他们 有高峰亮节 是 特别棒 让给姐妹们 是不是 其实您是可以跳的是吧 是可以 团长嘛 没两把刷子怎么给您当团长 对啊 而且领队是不是 这肯定是跳得很好的 是 领队为什么也放弃了这次机会 不觉得可惜吗 难得到省台这么大舞台来表演一次 机会是有的 留在下一次吧 留在下一次 对 这个团队成立了多久 成立了大概六七年吧 六七年 对 都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都是一个小区一个社区的 一个社区 然后呢 原来呢也有一个单位的 然后退休以后嘛 因为有共同的爱好 就走到一起了 常老师 我们点评一下他们的才艺 觉得怎么样 是的啊 看来他们舞蹈非常的精彩 阿姨们这个舞步也非常的轻盈 其实我们一般都说 说人如果要老的话 人老先老腿 对 但看我们阿姨们啊 这个脚步上来讲 阿姨们肯定都是非常的健康的 平时应该都很注重啊 各方面的一个保养 看来呢 经常跳广场舞 对大家的身心健康 真的是都有好处的 这次我们带来这个舞蹈 叫做梦见你的那一夜 是吧 但我觉得服装上面啊 下次提点小小的建议 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改变 因为这个还算作是 我们少数民族当中 一个比较流行的舞蹈 那咱们这个服装 好像有点不大贴切 如果能够穿上更加华丽一点的 少数民族的那样的一个服装 然后整齐华仪的跳这支舞的话 一定会为你们加分的 这个服装看上去就有点偏西北风的那种感觉 像这个信天游啊 或者是纽阳格啊 对吧 就是这是一个小细节 对吧 但是呢 我说实话 就是并不是每一个团队 可能都有这个专业的服装师 然后帮他们来设计的 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一个团队很难带的 像我妈妈他们那个团 连这样的服装都没有 是吧 经费啊 从哪来呢 是不是 有什么 你为团长那么好当的 团长这样 你是哪个社区的 有没有需求 然后在镜头面前可以跟大家提一提 是不是有没有需求 我们平常的经费呢 都是自己掏的 让每个人从自己退休工资里面拿出来 然后呢 要想要什么服装的话 您是哪个社区 您是哪个社区 没关系 没关系 您说 不是宝塔桥街道 宝塔桥街道的领导 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队伍 难道不应该提供一点点 对吧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 十两的小小经费吗 可能不是 不是领导的问题啊 因为他们也没提过 但是看这个节目 我相信宝塔桥街道的领导 一定会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一把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我相信你们肯定是没有提过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不好意思 是是是 不好意思 是不是 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是的 是的是的 是不是 然后下次还要求你们一起来参加 谢谢 但其实刚刚曹王老师也讲了 说从你们的舞蹈就能够看出来 你们平时舞步很轻盈 就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保养的小秘诀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平常呢 就是除了跳广场舞以外呢 就是说我们还会做健身运动 就是说我们会爬山啊 徒步走啊 然后呢就是趁着这个冬奥会和残奥会里这个热度嘛 我们打到桌上并敷球啊 这些活动 反正我们也经常做 我们团队里人心还是蛮起的 全民健身 锻炼 锻炼身体 对对对 挺好的 容姐 看你红光满面的样子保养得特别不错 平时有没有什么养生的小秘诀 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呢 饮食方面嘛 我喜欢喝茶 喜欢喝茶 喝茶 有点 有时候也放点枸杞 放点枸杞 对 喜欢喝什么茶 绿茶红茶还是 绿茶 绿茶 放点枸杞 放点菊花都可以 对 也蛮好的 其实中老年人 如果肠胃能接受得了 喝点绿茶是真的很好的 因为绿茶里面有很多茶多分啊 一些营养物质啊 然后真的会让人变得年轻起来 但是红茶其实也蛮养肥的 红茶也可以 红茶也可以 然后放点枸杞 放点菊花 对 就适量就好了 适量 像我爸喝那个茶 那个茶也那么厚 好苦 我觉得这个就不建议了 浓茶对吧 这还是要看个人能接受程度 应人而异 好的 来我们请薛医生 给我们提一点养生的建议 你刚刚他们说了锻炼啊 运动啊 喝茶啊 中老年人适合吗 是这样的 因为每个人根据他体质的不同 他都会有不同的养生方式 像比如说中老年人 那相对于来讲 他的脾气会更虚弱一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 他在养生方面 是以一些健脾啊 去吃啊 化痰啊 这些方面 包括补气为主 比如说配舞一些黄旗啊 养生啊 然后还可以配舞一些 茯苓啊 白猪啊 这些健脾的中药 然后制作成一个茶宝 然后平时用来 当茶叶来喝 来代替我们一些常规的茶叶 比如说你像之前 经常喝绿茶 如果脾胃比较虚弱的人 或者是说体质比较偏寒凉的人 那他喝绿茶来讲 对他就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绿茶 它的性是偏凉的 那这个时候会加重 它的脾气虚弱的一个症状 是的 所以要养生也要会养生 对对对 一定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对的 对 包括我们一些体育锻炼的方面的话 就像我们阿姨们跳这个广场舞 对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体育的一个项目 另外的话 我们也可以 就是根据个人的一些身体的一些需求 来做一些中医功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些八段锦啊 太极拳啊 然后中医导引术啊 来做一些中医功法来进行养生 他在锻炼肢体肌肉和关节的同时 我们还讲还能调理你整个身体的一个 整个身体的气血运行 然后还能补气 然后这个时候相对来讲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也不错是不是 谢谢 谢谢 谢谢学医生的建议 好我们也谢谢我们两位老师 希望你们的舞姿越来越美 谢谢 然后服装总有一天会解决的 谢谢 刚刚已经呼唤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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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五蕴精灵艺术团 那么接下来答题继续 是 我来算一下场上的比分 目前我们的青春飞扬是十分 那么我们还有三道题 最后一题是二十分 总共还有四十分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的青春飞扬必须 每道题都答对 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好 请听第五题 请问 引起肩膀疼痛的原因 不包括以下的哪一个选项 A 腰肩盘突出 B 颈椎病 C 肩周炎 考虑一下 来 倒计时 三秒 三 二 一 请抢答 哎呦 这边是一直在拍 我都听到了 那个那个案件有没有碎啊 检查一下 看一下 巴巴巴 你一碎也不远了 连拍我的天哪 真的是 话口面脏 巴巴巴巴 但是 这也是个方法 但是小心啊 打错一几满盘结束啊 就没机会了 我相信我们不会打错的 是不是 都是有养生常识的 请回答 哎哎哎 是不是 请回答 A A 腰肩盘突出 确定 确定 很重要啊 这道题目 确定 回答 正确 哇 加上十分 这道题目应该不太难 对 对吧 因为颈椎跟肩周 都都离得比较近 对啊 是吧 是不是 而且这个确实是 腰肩肩盘突出 好像和 请回答 确实离得有点远 哎这里我帮我自己 来问一个问题啊 学医生 因为我自己本身 是一个肩周炎的患者 我之前是因为受凉 然后患上了肩周炎 然后以后啊 几乎每年的冬天 只要我没有注意保暖 受凉了 可能肩周炎都会复发 这样我们怎么可以控制 它的这种复发的频率呢 首先肩周炎的话 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诱因 像您的请您讲的 就是比较一个受凉了之后 它会诱发的肩周炎嘛 那肩周炎 它讲的 我们笼统的讲 叫肩周炎 那它整个肩膀周围的一些肌肉啊 韧带啊 一些神经的问题 引起的全部都是肩周炎 那你要看你具体疼的位置 是哪一个部分 如果你是单纯的受凉 那你就去除诱因 把它这个受凉的外阴 给它去掉 那你的肩膀应该就会好一点 然后另外还要看 像肩周炎 它会有一些进展啊 病情进展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疼痛期啊 冻结期 就是我们讲 僵硬活动受限的这个时期 你也要看你发展到哪个时期了 然后可以针对性来进行一些治疗 或者是一说你们讲的一些保养 我觉得别贪凉 另外呢 就是多做一些肩膜的这个运动 活动活动 对 提醒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保暖 其实夏天的时候也会 比如说吹空调啊 有时候也会来引发这种肩周炎 我觉得很多男生啊 特别爱贪凉 到了夏天 这空调直接就对着这吹 是 这哪受得了啊 对 特别不好 上了年纪就是要好好保养 保养 对的 好的 那目前为止呢 咱们的青春飞扬 又扳回了十分 目前是二十分 没关系 没关系 给他们先开心开心 有有有有 这话说的 最爽的是什么吗 当你有了希望 在让你绝望时候的那种痛快 我就不信了 咱们这儿 接下来题能不能拿下 能 下面的姐妹能不能拿下 能 你看看 能能能能 好 接下来我们要听第六题了 这题依然对你们非常关键 嗯 来 请听题 请问夏恋哪些不是肩周炎的别称 A 五十肩 B 网球走 C 坚宁正 哪一个不是肩周炎的别称呢 不是哦 考虑一下 倒计时 三 二 一 请向他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们这位就是用这个战术 不停地拍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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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归被我们抢到了 这比赛搞得这么惊心动魄干嘛 这题真的很关键 对 这题答对了 我们真的就有希望 如果答错了呢 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答错 对不对 一定会答错的 哎 来 网球 网球走 网球走 确定吗 确定 天周炎弄一个网球走上来 受问题 谁能答不对 我就问你们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 加十分 其实就是题目嘛 让大家开心 同时获得知识就好 而且你不觉得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知道 就是让我们这边 这个心情啊 跌宕起步啊 对不对 好了 目前三十对四十了 也就是最后一题定胜负了 最后一题二十分哦 二十分题啊 要拍快一点知道吗 要抢快一点啊 但是呢 我提醒大家 最后一题二十分 也是因为是最后一条题嘛 难度非常大 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答对的 准备 请听最后一题 决胜题 请问 落枕的表现 有哪一些 A 颈部疼痛 B 颈部僵硬 C 颈部皮肤红肿 这是一道多选题 答案不止一个 想想看 这里面是有很大的迷惑性的啊 有很大很大的迷惑性在里面的啊 答案可能是两个 有可能是三个 来 考虑好了吗 最后一道关键题哦 谁答对 谁就是胜利者啊 好了吧 来准备好啊 抢到就要答对哦 倒计时三秒 三 二 一 请抢答 一号队抢答 他们也学学金了 这样子看 他们也学会了 知道吧 但是 对 但是一定要答对 这个答案真的很关键啊 你答错了 直接我们就是冠军了哦 作为队长 我不发表任何的提示了 我不说话了 A和B 确定吗 确定吗 确定 来 正确答案是 A B 啊 没有了 恭喜答对 恭喜 就是这么刺激啊 最后一题定胜负了 恭喜我们的五蕴精灵健身艺术团 获得了养生问答的最终胜利 恭喜 可以获得我们的神秘大礼包 也可以获得现场的福利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我们青春飞扬 在这个环节里面表现依然很出色 是不是 对对对 给对手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对 不错 虽败犹荣 掌声鼓励一下 好的 那接下来要轮到我们的青春飞扬 带来节目表演了 是不是 调整一下 今天穿这么漂亮 就是 一定是藏族舞是不是 对 藏族舞舞蹈 着马拳 欣赏一下 重景重要 匠心传承经典 本栏目由 要才好 要才好的 重景牌六味地皇丸 冠名播出 我又不在买 我又有最后 我又有最后 你会在买飞扬的 我又不在买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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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作词 欢迎订阅明镜 好 欢迎青春飞扬艺术团的两位代表 欢迎两位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来 我是青春飞扬队的艺术团团长 我叫英红 红姐 你好 你好 好 这边这位自我介绍 我是青春飞扬艺术团领队的珍爱梅 梅姐 梅姐 红姐 你好 谢谢 谢谢 你好 你好 两位依然是看高峰亮节 然后把表演机会让给了队员们 他们刚刚没有上场 是的 对吧 所以就好好来采访你们一下 一样的问题 也就是这个队成立多久了 团长说 大概我们这个队成立了四年多了 四年多 对 他从一支比较真嫩一点的宝 然后已经现在成了一支比较成熟的一个舞蹈团队 比较成熟了 对 服装也到位了 基本上到位了 你们是哪个街道的 你们是哪个街道的 我们也是包塔鞋街道 为什么后自薄比包塔鞋街道 开玩笑 你们的服装都是 服装是自卫的吧 还是队员们 队员们也是用退休工资 自己组织在一起 大家喝的买的 是的 听说团长还是一位瑜伽教练 没有 就平时爱好 然后做做瑜伽 练练健身 就接触到瑜伽之后 会觉得瑜伽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吗 对 瑜伽给我们带来了身心愉悦 然后好姊妹在一起 大家开心地玩 开心地笑 但我们这瑜伽呢 它是中老年瑜伽 中老年瑜伽 对 动作没那么大 它基本上 对 动作没有幅度 没有那么大 然后呢 主要强身健体吧 强身健体 对 点到机制 对 你能做一些 就是比较高强度拉伸吗 可以啊 转步什么的 做一个动作 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来来掌声鼓励鼓励 对 我可以跟你一起学 我觉得最难 我可以跟你一起学 欢迎欢迎 对 现场教学生 你还能批擦 你没问题吧 没有 哇 哇 你看这音 太标准了 哇 来 杨宇到你了 再见 我只能到这 这是我的极限 我真厉害 太厉害了 你就知道 就是阿姨他们 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我在上几家课的时候 简直就是不好意思去上 每次都是班里最差的 非常冒昧地问一下 您的年龄可以知道吗 你看我多大 我觉得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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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都能批 还能批擦呢 那最多也就60岁出头啊 61二 你把我们说大了 对 您直接说 今年 65 65了 阿姨就是什么 我明白了 阿姨真的就像我 过了30岁之后 就根本不算 管他多大呢 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呀 就是 我就当我25岁 又怎样呢 是啊 不要忘了明天 你就40岁之后 乱讲 就是年龄啊 到了这个时候 真的不重要了 不重要 因为现在好多中老年 真的看不出来年龄 嗯 而且就平时也注重锻炼 注重运动 是是 那领队呢 平时会跟着 你平时有什么养生啊 锻炼的这个爱好之类的 嗯 我喜欢 就是跳拉丁舞 哦 拉丁舞 跳多少年了 跳了大概有四五年吧 跳四五年了 拉丁舞不好跳吧 对 拉丁舞那个动作 其实还蛮大的那种 对呀 跟老师学 跟老师学 那跳了拉丁舞 对你有什么改变吗 觉得是身体的功能上 哦 就是我原来这个肩很疼 后来通过跳拉丁舞以后 就是改善我的肩膀这个疼痛 真的 对 对 看拉丁舞好多就有动作 肩膀的扭动 对 确实 多好 对 就跳舞可以改善 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 是 除了 两位除了这个锻炼 瑜伽拉丁舞之外 平时在什么饮食上啊 保养上 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保养上好像就是顺其自然吧 顺其自然 对 他那个 那个 像那个养生这样 比较注重一些 那个 嗯 低脂肪的 少吃荤的 对 多吃蔬菜 多吃素 以素为主 晚上少吃一点 对 以杂粮 有时候经常吃一点杂粮 哦 经常吃杂粮 杂粮也蛮好的 对 是 好的 那么我们请教一下这个薰医生啊 就是刚刚这两位应该是有代表性 因为他们的这个锻炼啊 跟一般的老年人有点区别 对吧 瑜伽 拉丁舞 对 动作稍微大一点 适合吗 对 我们这两位阿姨 他们都是属于身怀绝技的阿姨啊 像他们的韧带和关节的活动啊 一些韧带的弹性肯定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 还有一些老年人 他们平时并没有像 有这么丰富的一些 自己的生活 那他们的 相对来讲 他们的关节活动啊 他们的韧带的弹性啊 就会相对差一点 所以对于这种人来讲 他们是不适合突然把运动强度加大 或者是运动幅度加大的 所有的运动或所有的锻炼 都是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原则的 都是要以个体为基本 从自己的自身的角度来出发的 然后刚刚两位阿姨讲的就是 平时一些养生的一些方面嘛 也讲得非常好 就是他们都讲说 我没有特别的养生 我只是正常的饮食 正常的吃饭 那这个就是中医上讲的 饮食有节 起居有长 顺应四食之气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养生的方法 对于所有人的来讲 你每一日三餐正常吃 不会过食过劳 然后不会偏食肥肝后胃 这个就是对一个人体 最大的一个抱歉了 好的 谢谢薛医生 唐老师也给点建议 你觉得他们的精神状况 包括才艺啊 都特别的好 因为你看两位领队在这里嘛 而且咱们整个团队啊 在这支舞蹈上面来说呢 服装也是起到了一个 加分的一个作用 今天是不约而同的两支舞蹈 队都选择了藏族舞 但是啊 就是咱们第二支队伍呢 就是服装比较贴切一点 刚刚说了 都在一个街道嘛 对吧 咱们以后啊 都可以服装相互穿一穿嘛 接一接 这次像刚刚我们上支队伍 今天如果选个那种 西北风情的舞蹈 对吧 穿这个服装 下次如果需要藏族舞的时候 跟咱们这支队伍来 交换一下服装 对不对 看大家 阿姨们身材都保养得这么好啊 服装都应该能穿得下来 以后 咱们多交流 多在一起 这个相互交流 相互揭缩 我觉得你们就是 宝塔桥街道的荣耀 绕续 绕续保持下去 好不好 谢谢 来休息一下 好的 好的 那整场比赛呢 已经结束了 我们的五韵精力也是获得了我们的 养生达人的称号 当然了 我们也说了 今天会有现场福利 这个福利呢 就是如果说您在养生上面 有些什么困惑的话呢 可以现场提问我们的学医生 对 抓紧机会 来 先来问 好 那位姐姐 你好 你好 我帮我妹妹她提个问题 她呢 有严重的那个颈椎病 她每次犯的话 她就会引起头晕 然后都不能起床 要睡好几天 还要吃药 说这个平时应该怎么注意 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因为你从您的 讲的症状上来看 不一定确定 它一定是颈椎病 引起的悬晕 就像我们 引起悬晕的原因有很多 如果是颈椎的问题 它可能会引起头昏 或者是说 我刚刚讲的 交感神经的问题 那它也会引起这种 悬晕 恶心 但还有另外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的耳食症 那这个时候 耳食症引起的悬晕 它也是非常剧烈的一个悬晕 而且它会把有事物旋转 看东西转 然后这 如果是耳食症 引起的悬晕的话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复位 或者是说 等耳内的一个石头 让它里面的半规管 让它自己消掉 这个时候 悬晕自然就会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的 高血压 如果是高血压 引起的悬晕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把血压 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悬晕也自然好了 那如果是单纯的颈椎病 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来讲 单纯的颈椎病 引起的悬晕 那像您说的 它这种情况 那它已经非常 有非常明显 和非常严重的一个症状了 这个时候 还是要建议它 到医院去明确一下 查一个磁工症 或查一个颈椎的片子 看看它颈椎严重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明确的神经和血管的一个 卡压的一个症状 如果存在了 那我们必须要早期干预 不然的话 如果病情进展了 相对来讲 预后会比较 相对来讲会差一点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薛医生 您请坐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就去找医生看一看 找好的医生看一看 比如说 您可以让你的妹妹 到江苏省第二众医院 去挂一下薛医生的号 您现在也是有人的人了 知道吗 对 去找我们薛医生 好好的巧一巧 然后对症下药 对症失智 这样是最好的 确实是 像我之前 因为颈椎引起偏头疼 然后我现在就知道了 比如说不要贪凉 不要熬夜 然后保持正确的一个姿势 就会缓解很多 否则你犯起来 真的是很痛 没错 好 那今天我们把薛医生请来 他还有更多的 关于颈椎病上面的一些 知识科普 包括一些专业的建议 好 马上进入今天的潮流 养生课堂 今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头前倾的问题 头前倾是由于一个 长期的姿势不良 引起的体态的问题 他主要的判断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法 观察我们耳垂和肩膀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侧面 来观察我们耳垂和肩膀 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不在 如果我们耳垂偏于肩膀的时候 那我就判断是存在一个 头前倾的问题 那么如果出现了头前倾的问题 会引起哪些症状呢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 我们的一个颈部的僵硬疼痛 以及我们一些上背部的疼痛 还有严重的会出现一些 肩膀的疼痛 这些都是头前倾引起的一些问题 引起头前倾的原因 也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一些 长期低头看手机的人 或者是长期坐在办公室 使用电脑的一些上班族 他们经常会出现 头前倾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些人群 是如何来纠正头前倾呢 那么比如说 在我们使用手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把手机提高 然后让我们的视线 与手机的屏幕是垂直的 或者用双手来打字 这个也是可以很好的 纠正我们预防头前倾 另外的就是 在使用电脑的时候 我们也尽量保证 屏幕跟我们的视线 是在处于同一水平面上 如果出现头前倾的问题 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运动 来改善这个症状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游泳 打羽毛球 打篮球 然后可以做颈椎操 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 一个米子操 以及颈椎的活动操 这些都是可以改善 头前倾的症状的 今天节目呢 我们要谢谢两支参赛队 当然也要谢谢薛医生 给了我们很多的 这个养生方面的小建议 谢谢陶安老师的到来 我们也要谢谢 观众朋友的收看 是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有关于健康养生的知识 可以通过 抖音快手金日头条 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非诚勿》 会有百位全文明中医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